现年59岁的古明华2020年初离开效力26年的TVB 一居内地展并进军饮食界 前年开始在江门经营港市茶厅 又与旧同事汤静明摆档卖鱼蛋、烧卖等港市时 日赚800元人民币 古明华近日又成为兼职适应 别人的食店帮忙 却被其他属手员工嫌弃 近日小红书上在一段影片名为古叔叔的今日兼职 继影片中所见 她在老板引领下到厨房与其他 攻打招呼 老板安排一名员工指导古明华 但该女士却指 你阻住我作业了 你起出去帮手打下 先了 然后她便帮忙出餐 古明华经过一轮适应 入家境 并被一般女时刻认出要求合照 她却显有点尴尬 怕被只帮倒忙 古明华又有尝试再除 分食材 与集职四等工作 忙了一个上午 终于有 兼吃员工餐 只见当中有两碟菜及一碟沙浆鸡 古明华一以猪油捞饭 但她都乐在其中 古明华影片最后谈到辛劳一天的感想 直言虽然很累 可发觉自己更多潜能 可以知道自己的极限 都常满足 古明华1996年 与拍拖八年的演艺学院女同学Terry 婚 二人育有一女Temmy 西太太早年遇上车祸制行动 便 无法再以跳舞工作为生 女儿又于十岁时确诊 上肾小球炎症 一旦病发便会全身水肿 每月一 肺高达于万元 古明华作为一家支柱 曾自建家TVB配音组 同时兼顾演戏及配音工作 甚至是过步 不休职才50小时 结果癌坏身子 30多岁便发现 上糖尿病 至2012年平聚集 巴不得妈妈 夺得最佳难 较后工作量大增 中引发糖尿病发症 导致免疫 统出现问题 药食肺病药及糖尿药 日时二时 三十例非常苦 甚至一度蒙起轻生念头 近年古明华已减少 前工作 早前播出的壮王之王 则为2022年拍摄的作 而且他只有几集戏份 现实主力做饮食业生意 他文章 星岛申诉网已推出全新项目 区区有深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现成要市民投稿赞扬身 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享地 多精彩内容 请立即浏览区区有申诉活动专页 倒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彩内容